西果屋 西果屋你可以放在那個枕頭 或是用毛巾把它捲起來 這時候呢 你腳不是指的有點彎曲對不對 你的 你腳有點彎曲的時候呢 你在睡的時候 這個力量會釋放 後面這邊 腰椎就不會緊繃 這是很簡單一個方法 你這樣睡的時候會很舒服 那這個 這個墊的時候不用太高 你只要感覺到你的腰是放鬆的 這樣就可以了 那這個東西 其實 在這個部分的調理上 其實蠻多患者 因為腰痛的患者 當然是幾乎一個人 從小到大到過世之前 大概 統計大概會腰痛的人 大概占七成 幾乎每個都有機會 那另外來講的話就是說 像我們遇到如果說 像你們最基本上都整個 都整個急著往前凹 或往後凸的 其實他也能夠保養很簡單的方法 你如果說那個 腰椎往前跑的話 你去西醫大概是不是就開刀嗎 我曾經有患者過來給我看 我跟他講說 他那時候就是他 他先跟他過來 然後他 他那時候來幾乎不能走 因為腰非常的痛 然後一摸的話 他那個 那這邊這個脊椎 第四椎就往前跑 往前跑很多 那西醫說要開刀 然後 然後 其實我只幫他看一次 叫他怎麼做 回去四五個月之後 再回診次看別的問題 不然他脊椎已經跑了 然後他趴得比他現在還快 其實是這樣子 其實很多東西 我們是可以自己DIY的 你這邊來講的話 你往前跑的話 我們可以這樣趴在床上 用一個枕頭 其實我是叫他是做那個沙發椅 沙發椅不是兩邊 不起來那個手伏的地方嗎 你只要趴著 讓這個肚子去頂 你的腹部 讓後面去往後拱 所以往後拱的時候呢 相對於這個可以往後 但是 但是這個時候要做的話 你要做一個呼吸的動作 肚子要鬆肌 吸氣吐氣 吸氣吐氣 我們肌肉的力量 其實是蠻強大的 我們通過呼吸吐氣的時候 其實肌肉會收縮 會動 會動的時候呢 其實自然而然 會把這些東西歸位 歸位的時候 他自然就往後 但是這個東西要致力 其實 我發現其實 我們不管做生理的保養 不管做生理肢體上的訓練 一定要十之一 像那個先生 像那個太太的話 其實是 我跟他講 叫他弄一次之後 他蠻認真做的 然後他先生也抬一抬 買那個貴肉 先就買四斤 一斤大概是一萬塊 然後不惜成本 就是剛剛弄 後來他說 其實後來回來之後 之後他們去討戰 他就討的比賽性能還快 所以其實 其實很多東西方法 大家可以 參考而用 然後另外來講的話 就是 現場有沒有誰 膝蓋常常在痛 好 來 先過來 你先過來 你先過來 膝蓋痛的話 其實這個東西 其實 有一些迷失 就是說 我們通常 通常去找醫生 吸引來講 打扮就是 症癌疾痛肌肉痛肌 在吃嗎 其實這個東西 其實蠻簡單的 你先做一下 膝蓋在哪邊 好 ok 那 所以他剛剛講 膝蓋前面兩個 都會痛 其實我教大家 一個最簡單的 保養方法 幾乎大部分來講 不管你膝蓋怎麼痛 大部分 當然有些會例外 在處理上 不太一樣 其實這個中醫的 學位來講 其實很精準的 我們中醫講 腰背伍中球 其實他講膝蓋 然後幾乎腰有問題 方球不理事 大部分都會有點比較痠痛 對齁 有症就好了 有症就好了 對啊 對 反正他來說沒有症 沒有症就 中醫症就好了 那基本上來講的話 所以你在保養膝蓋來講 最重要的第一個問題 是 先從尾中來處理 然後呢 你要想到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大部分是醫療的問題 你要處理 為什麼處理尾中最重要 我們所有的經絡 剛剛講 剛剛一直連帶下來 他上去的話 會連動 連動到時候 腰部的肌肉 所以呢 你如果說 把這個 尾中穴這邊放鬆的話 基本上呢 你的膝蓋 運動會繁緊很多 那怎麼理解呢 我們的肌肉來講的話 像它是 前面這邊痛對不對 我們肌肉是 對稱性的 韌帶 這邊緊繃的話 後面就收縮 這邊收縮後面就放鬆 所以你這邊痛的話 其實兩邊都有問題 所以大概來講 大家緊張發展的方法就是 這邊可以膝蓋會開胎 膝蓋後面可以這樣 用胎膀的方式 那 有時候我可能 比較沒時間的時候 一來 我用比較暴力的方法 暴力都不是很暴力 只是患者會 會慘叫 哈哈哈哈 不要回來慘叫 你就放心 哈哈哈哈 不慘叫 因為有點痛 但這個效果是最快 當然如果我今天不示範 大家不要說真的 家裡的人不舒服 今天要拿來弄來 也可以啊 效果很好啊 哈哈哈哈 我先趴著一下 躺在這裡 腳伸到後面 先趴一下 好 沒事 哇 這太太其實已經蠻很不舒服 因為大部分其實是一個大七八個腳都有點長短講 長短的原因其實不是說這個腳真的骨頭比較長或比較短 而是一個構架上的問題 可能剛剛講的說你常翹腳的話屁股會歪掉 可能會導致一邊的骨頭 這個胖腹啊 這個屁股真的不一樣 往前跑 變有點 就看起來有點上下 對 然後另外的 也有人看在屁股大小邊看 這個屁股好像看比較大 這個屁股比較小 所以你要說每層 要調是可以 我們不做這種聲音 我實際是來治療癌疾病的 那大部分來講的話 剛剛講到就是說 中醫下治病有一個很重要的治癌瘀瘀瘀瘀 另外還有非常重要的治癌 就是所謂的治癌 就是我們弄到上面去的臀部那邊的一些瘀道 因為有所謂的環跳瘀 當你把這兩個瘀道放鬆的時候 基本上腰痠痛 疼痛的改善幅度會比較大 這麼講 就是如果你細細要講的話 這地方非常緊繃的人 臀部這地方非常緊繃的人 就是所謂環跳瘀瘀那附近的人 那基本上 他有一個深層的肌肉 西醫叫那個瘀瘀瘀瘀瘀瘀瘀 那瘀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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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瘀 瘀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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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是左邊這邊比較痛 這邊已經放鬆了 那我現在試探一下爆力士的問題 其實這個蠻簡單的 基本上我都是學技術 不用 在處理上我不太想用這種按摩 按摩的方式其實蠻傷身體的 這樣他這個瘀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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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瘀 有沒有輕鬆一點 那膝蓋會不會到 膝蓋要痛啊 我們調 Zendo呼的話 膝蓋剛剛講 膝蓋不是前後的 膝蓋是左右 順部的脊椎才會回阻斷往後下 這樣才會看起來漂亮 而且回事 因為其實 剛剛看…… 其實他剛剛那個對太太說是前面痛 我剛剛講的模擬其實很簡單 那個 尾中其实是人体经过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的一个 经的教会的地方 所以其实你要保养的话 常常拍这边 拍这边的好处是你连你的西果 你的脚踝也会放松 所以其实平常上我常看到有些人 来的时候就说 他脚都没有扭到 突然脚踝太痛 甚至讲竹根痛 竹根痛我们中医常讲肾虚 可是如果说一个国小五年级的小孩就跟你说 他竹根痛 说他肾虚说不过去 基本上你会发现 通常听到这句话说 他家家里一定乱做 彼此一定乱做 所以他直接崴掉 我一个钢柄那一朋友 他常常说他的小孩这个 这个吸口 吸口那痛 那你 其实有他乱方式就是 他没有意外受伤 可是后面那个竹根的阿基里事件 两边去比资到这边特别肥厚 后面竹根 也比如说他筋肉已经阻塞了 所以其实你把这个吸口放松 大概就换解 所以把可能也都大概是 脊椎很歪掉了 可能他再做调理 那这里来讲的话就是 在讲一些就是所谓的那个 呃我们讲的督脉 督脉刚刚讲的督脉系统 就是中医讲的督脉 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学到就是 面团腺 因为现在是肚子的正后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